聊一下,这个剧集,可能大家就是,虽然被赋予一些角色,可是这个剧集好像也承担了很多的一些历史的责任在里面,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演员呢,就是会穿插在笔头,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谢谢我们的大英雄 这三位大英雄呢,讲的是邻里的感情,欢迎红语,子讯还有,哈维大哥,欢迎,哈维,我是陈红语啊,大家好,三位主角都来这是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啊,不过其实这部剧呢,上上下下啊,大概呢,就是有超过四十位的新传媒的艺人来参与啊,除了就是剧中的一些比较有故事发展的这个角色之外啊,三位还有跟哪一些大家知道的经典角色,或者是大家说, 主席的一些艺人呢,有合作呢? 经典的,当然是有梁志强啦,那跟我拍有对手戏的应该是李国皇,那国皇是在戏里面演一个搬迁公司的老板吧,好像是嘛,运输公司老板,然后他戏里面就是跟我对手戏说,哎,就是我是他员工,赶快挪一点,搬,那我就是蛮懒惰的那种,就不做的那种,他就一直在鼓励我,做做做做做,然后戏里面再看吧,好,谢谢,然后子许呢? 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辉哥,然后他就是演一个色宝贝,对你有猫猫之意? 不只是对我啦,对所有我们家女的都有猫猫之意吧,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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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令人羡慕,蛮好笑的,像他长这样,不是,像他这样都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轻薄到那么漂亮的女生,编剧有机会可以,没事,然后海伟大哥呢? 子许呢,是妈妈之意,我碰到是老虎,就不一样,是虎妈,那戏里面有两个好朋友就慧玉跟碧伦都有演,但是我只跟碧伦有戏,这首戏等一下再让你们知道,好的,我们先进一段这个资讯呢,稍微呢,再给大家就是了解到说,这次真的是,大家好朋友好同事啊,然后呢,老戏谷啊,新晶演员啊,都在这部大英雄有在嘎戏哦 好,972哦耶,你最正,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五点到八点哦耶 是有客串演出的,好,这次的欢迎我们三位主角,这次大英雄哦,呃,就是在这个新加坡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组区当中拍摄,因为它是新加坡最早的组区之一,嗯,所以其实当地的居民真的是有五十几年的这个生活经历在那里哦,所以这部剧我觉得特别接地气,对不对,OK 不过就是,加了那么多的这个新传媒的艺人在里面演出,你刚才提到就是跟,呃,Marco,Marco,对 怎么样,Marco可是目前我们的四大台主之一呢,是啊,嗯,他很厉害耶,然后他演的戏就是,搞笑就对了啦,哎 然后有他,就是有开心,有喜,对对对,那,跟他演戏就好像,呃,跟一个,啊,在大哥搞笑的面前,我又要,我要演搞笑,真的不够他来啦,哈哈哈 可是如果论记台词,应该你比较强嘛,啊,不,也会必啊,他是,他是不用记台词的,他是即兴,他即兴的,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两个挺OK的啊,他就是有一些即兴,然后Marco就可以跟着他的表演去改,改变,就是改变的事情 可能因为Marco,Marco的训练不同嘛,因为以前搞笑行动,快吃快乐电风也好,他们是即兴创作,马上live就演出,所以他们有办,他有办法可以配合 嗯,对,他超强,强,真的强,真的强,OK,好,呃,子炫面对的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啦,哈哈哈 阿拉罵忘词应该就,灰哥忘词的几率比较高,他基本上没有一句台词是,就是,一样的,他基本上每一句都是,就是,都不一样的嘛 这是他的特色,对,这是他的特色,他就只挤的那些point,然后就用自己的话把他讲出来 剪辑是最爱他的,怎么剪都不懂他剪辣的,哈哈哈 亲生奇才啊,哈哈哈,真的,他其实不用讲对吧,他站出来就很好笑了,对对对对对 你一看到他的脸就很好笑了,所以其实好像你们两位都觉得喜感这件事情,是一一生俱来的,可是你们偏偏就是,那种有偶像包袱的人要演喜剧,那怎么办? 我没有偶像包袱,你没有偶像,我真的没有偶像,多岁哪有偶像? 今年28了,怎么偶像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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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今年38了, 哈哈哈, 今年38了, 哈哈哈 可是因为之前你看那么多的这个剧集打造的,就是,就是那个44纹纹,四平八纹,有点正义感的人 正义,然后有点反拍的,所以就是很挑战的,很挑战一个角色,所以我说,看有没有一个突破 希望觀眾會喜歡,然後希望你們可以接受我這個演法 齒鑫在裡面,就是你說,其實你沒有太多這種無厘頭的部分 所以怎麼樣在那麼多的搞笑的劇情當中脫穎而出呢? 我覺得我就是,因為我的戲常跟陳鴻宇在一起 然後她的戲是超級多話的,蹦蹦跳跳,然後搞笑 我就是,我就打她囉 我其實只要正常演就OK了 平鋪持續就可以了 了解,所以就是打她的戲份會比較多,站得比較多一點 其實基本上一碰到她就是要打她 可憐了,可憐了 你剛才提到虎媽,你跟碧仁之間的友誼真的是,沒話說 當然還有其他的好朋友啦 可是碧仁離開電視圈一段時間了,回來好像沒有離開過這樣 所以你跟她尬戲應該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他們兩個碰到是很搞笑的,我碰到是非常serious的 我跟碧仁有一個地方可以fight,就是比較難NG 碧仁就拍完就可以去吃飯 因為他們沒話講的 碧仁是很少NG的,是出了名的 她很少都很fit的,來就是狀況都很好的 然後那天雖然那個戲不是說很在她身上 但是她生的虎媽,因為在戲裡面我坐牢 然後她生的虎媽就出現了,然後就跟我講話訓我這樣 然後其實那場戲還蠻過癮,因為她是很serious,然後我又很搞笑 所以就好像洪宇跟Jessica一樣 其實一個搞笑一個鏡,其實那個火花也是很好看的 兩個好像我跟洪宇又不一樣,我們兩個就吵吵鬧吵鬧吵鬧 有時一個鏡跟一個吵鬧的,其實那感覺是很好 才會有反差的 才會有反差的 也會突破,沒有突出各自的東西,不一定的 因為搞笑搞笑的,然後鏡的有時候也是很過癮 可是剛才漢偉大哥提到一點 就是說當時在碰到子炫的時候,你們的合作 你們覺得說兩個人對戲都不了解 等一下,這個可能對戲外的人是完全不知道的一個概念 你們覺得什麼叫對戲有了解了? 然後你自己如果說要說的話,哪一個時候是你覺得你ready了? OK,因為那時候我們人生經驗不夠 其實久了以後,你有談戀愛 談戀愛可以讓一個人長大,我常這樣說的 然後還有家裡,他就比如說狗死了 或者家人什麼人走了這些東西,也會讓你長大 然後朋友一些種種種的事情 你慢慢隨著這些東西改變以後 你人生肯豐富,你戲自然就會更加的豐富了 所以你說的就是說,歷戀必須要有一點 對,真的我們騙人 如果家裡沒有養過狗的人 或者是沒有痛失過一個人 沒有痛失過,你家裡演的戲都是在演的 但有的人其實都不用的 就是那個感覺懂,我們不用講的 自然而然就會懂的 而且感情真的可以讓一個人長大 我相信這邊在座每個人都應該感覺 對,人生歷練要很足才可以演到到位的一些戲 所以洪雨在什麼時候,你覺得說 是已經抓到了 我很久以前都抓到 但是沒有機會而已 沒有,他拍動盪的一些 自從動盪回來以後,他就不一樣 就動了 就是沒有機會 就是,近幾年就碰了很多很好的機會 但是很高興,非常感謝公司 給我那麼多機會 很客氣 這裡又不是紅心大獎 謝謝 我會努力的 我覺得演戲就是,真的是歷練很重要 當你投入一個決策的時候 你一定要 然後 你投入進去的時候 不管你說什麼 對白說什麼 都是你的話 那個就是你已經入戲了 你不覺得自己怪怪的 好像融不進去 不覺得已經實在 還沒有在入戲 就是你入戲的時候 你講什麼 都是應該是那個對白了 OK,兩位都是人生歷練非常豐富的 這感情順遂的來說一下 你算我嗎 接下來聞到誰說 那你呢子媛 我覺得 其實真的生活歷練會對戲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再加上可能離家也比較遠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去解決 這些其實會豐富人生的歷練 就是可能從小我就一個人蠻獨立的 然後再加上來新加坡的這幾年 然後都很少就有親人在旁邊 所以很多事情真的要一個人去承受 他這麼會講 發現我們三個都是同樣的 都是耶 我就是離向背景 離向背景來到這裡 可是就是大家融入得很好 然後呢這個本地的觀眾也是接受程度很高 然後呢才可以看到就是呢 大家就是所謂的在這個電視圈當中茁壯成長 給大家更多的細胃 帶給大家更多的作品 所以很期待 明天就正式起播了 一定要收看 大家會喜歡的 是的 那我覺得這個沒話說 大家的投入 然後呢群體上下 我所做的每一個Promo 大家的那個感情 如此的濃厚 那大家一定會在這個戲當中 看到很多的爆點和火花 謝謝三位今天來到這個 LOVE CHU JILL的空中 那明天就開始收視長紅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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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